4比8 刚才这个动作就非常危险 看李小霞差点就是把这个脚啊 踝关节差点崴脚 像这个奥运会比赛之前 我觉得一方面是调整好的状态 另外一个呢 就是保护好自己 没有这个伤病出现 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运动员呢 他这个训练我觉得应该更科学 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会出伤病 因为它超负荷 我的能力可能我只能坚持60%到70% 可是我练到90% 这个我膝盖就受不了 或者我的肩膀就受不了 腰受不了 超负荷的运动 还有就是说 你提前把你的身体素质 能力加上去 就是你有劲之后 你再加训练量 加技术 6 第9 这局开局 好像看李小霞呢 还没有完全找到一个有效的战术 就是我看李小霞打球 就是比较乱 乱在什么地方 乱在脑子 乱在无谓失误 就是他脑子条理性不是很清楚 其实这个打比赛 我觉得输赢是一个结果 过程当中 我们是在看每一个运动员 他的思想和他的这种聪明程度 尤其是乒乓球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巧劲 一定要战术最聪明的 最大化的体现 你的这个思想的价值 我觉得这才是战术的这个重要性 是吧 但是就像杨阳这种对手 对李小霞而言 应该说他的实力 他完全可以心定一点 实力远远在杨阳之上 那么对于这种比他水平低的运动员 他应该怎么打 你不一定就是一开局 我就把我的这个浑身的劲儿 对吧 都用出来了 你完全可以静观其变 就是上场之后 你完全可以以控制 以防守为主 之后呢 循序渐进 步步紧逼的来实施你的战术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李小霞在这个很多球啊 就是在比赛之前 他完全可以不要先去打 先去执行 一定要先让他想 你想明白之后你再去做 我觉得这个做的 你今天想怎么做 好那咱们去打 怎么样来落实到行动上 而不是我没有想好 我就去打 打得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 不是想要的结果 那么首先今天这场比赛 对杨阳而言 他是不是具备 跟李小霞抗衡的能力 或者说具备 赢李小霞的能力 就算是他具备了技术上 战胜李小霞的能力之后 那打到三比三 打到十比十的时候 他还存在一个什么呀 存在一个 从心理上来讲 他是不是敢于战胜李小霞的 这种心理能力 所以应该说杨阳 今天战胜李小霞的 这个难度系数 还是比较高的 我见过几次比赛 杨阳很有意思 输了球以后打电话 哭啊 那个伤心啊 跟他父母打电话 所以女孩子一般 他输了球以后就是哭 这也说明他非常要求 对在意 事业心非常强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运动员啊 就是说 哭与不哭与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在输完这场球之后 能不能够给他有一些警醒 在今后当中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下次还是这样 对 你下次还是那样 你没有改变 下次之后 你输了球之后 你再这样 在一个地方摔倒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聪明的运动员的所谓 李小霞的这个脚腕 一定要引起注意 如果说一旦 一旦挽一下 这个应该说 动不了 对 对他的影响会非常大 5比2 2比6 我觉得林笋教练 想做嘉宾不想坐在场外啊 就是他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 打出来的这球 跟他的设想 不一回事 所以说这是他最着急的 但是他对李小霞 还是抱着相当大的希望 他认为 奥运会的时候 他该爆发了 这么好的一身武艺 18万武艺 在奥运会的时候 你看前面该经历的 该输的 该磨练的 也都差不多了 该到李小霞 爆发成熟的时候了 所以我看他信心还是很足的 所以说对李小霞这种运动员 我觉得这个赛前啊 重要的不是什么技术训练 身体训练 而是思想上的训练 在这个环节上 我觉得是李小霞最欠缺的 4比8 4比9 所以就在 要是李笋教练 能够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就刚才李小霞输的第一局 就是他的问题所在 就是他的问题所在 你为什么这么多无谓失误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对吧 就是你面对对方 可能都打不过来 结果你非要高质量的 去揭发球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如何进入比赛 这也是李小霞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9比6 你第一局 你看李小霞就是那种感觉 我不管你对方怎么打 反正我就按我的打 对 是吧 他就和这个比赛 他交不上火 其实对方也没打 他还没套上 他那个路数 对 他就我就按我自己打 我该失误失误 我该上台上台 所以他第一局就很简单的 就是输掉了比赛 6比10 就是对待 比自己水平低的运动员选手 就是开局 我用几成的功力 对吧 中局我用几成的功力 真正你可以跟我抗衡了 你有能力赢我了 这个时候 我再用多少功力 对 对吧 你得交上火 对 你得根据对方的情况 对方的发挥 对方凶的时候呢 你注意控制 是吧 好的 你看杨阳的这个防守能力很强 很黏这个球 但是李笋教练呢 也谈到李小霞的技术 确实是先进 就是他的反手 你看他可防 可攻 可拉 可弹 还可退下来甩 对 可近可远 对可近可远 他以前像李局那个时代 包括张一宁 张一宁的时代 张一宁是稳为主 是吧 主要是以稳为主 防守转进攻 哎 防守转进攻 那么李局呢 那时候他反手会弹 但是呢 他的台前的这种 就是稳健性加旋转的这种蹭啊 连续的小拉 这个球他没有 是吧 所以就是说 说李小霞技术 应该说 已经超越了前辈 嗯 那如何就是把他能够 有机的 和他的其他技术 结合起来 对 杨云 我是这么来看待 横板运动员 就是横板运动员 比纸板运动员有实力 对 但是打球的脑子 不如纸板运动员 因为纸板运动员 因为你没实力 逼着你 必须得动脑子 必须得在前三板 控制住对方 必须得在前三板 搏杀 这样 但是如果说 一名这个优秀的运动员 他不光在技术方面 有实力 更重要的是 他还要有这个聪明的投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小霞发球 0比0 李小霞发球 我们还是欢迎我们的观众 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 参与短信互动 全国手机用户均可发送 1-1066-99998参与 全场将有五名幸运观众 获得时尚手机 精品运动装备 获千元 现金大奖 0比3 4比0 投往 重发 5比0 5比0 我们看现在李小霞呢 这个战术主要是压着 杨阳的这个反手位 杨阳现在是在拼命的 搏杀 变直线 以及反手快四之后侧身 你去卡 找我 1比5 1时 好 肯定 1速度 3 20 3 4 4 你 3 4 线 2 6 2 6 4 5 6 4 比赛式的那种感觉 那种对手感 就像刘国梁原来说的 这场比赛可能我打得特别差 但是我赢了 我不追求好看 一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 不是说根据你今天打得有多舒服 多漂亮 而是你如何根据对手的情况 来做调整和发挥 这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感性 像理性的一种转变 你如果说瞄着对手的话 你会非常的理性的在做一些事情 你是在下意识的调整自己的这个计战术 但是你如果说感性的话 就是在跟网子这边的自己较劲 较劲 7比2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比分也好 现在的这个 这个你看场上所出现的东西 应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环节 对吧 我就压住你的反手 你要么你搏杀 三比7 我们看到李小霞说的 就想一板拉死人家 也就是说轻敌 对对手的这种 我们说的洋洋的特点 就是能粘 能扛 老上台 四比7 我觉得现在小霞还是有点急 是有点痛苦 二比4 反手这边快丝非常漂亮 所以就李小霞现在的这个技术状态 如果说再用这个很很聪明的这个战术打出来的话 这个球是非常享受的 这个球是非常享受的 球比4 四比10 四比10 四比5 一样 二比4 五比4 五比4 三比5 五比6 五比5 六比5 五比6 五比5 好的 追逼5 这款球啊 李小霞是抢在中间偏侧身位 这个球如果有意识侧的话 他会非常有把握 就怕就是说没意识 让对方打到了追身 这样李小霞拿下了第三局 现在刘伟你觉得就是 小霞怎么才能把这个球啊 我觉得打得更 更聪明一些 或者更直接 简单一些 他的球现在觉得好像 有种感觉就是 该反手的时候反手 该正手的时候正手 就是有些这种预判啊 前瞻性啊战术性啊 目的性啊 就是这种提前判断的球 我觉得不够多 我觉得他这个预判性不够多 说明他想的太简单 没有把 就是你比如说 阳阳发球 阳阳他最多打到相持 你就想相持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打 对吧 接发球 我以稳为主 对吧 我先上手 就是把这个球 我觉得他不用想的太复杂 不用想的太复杂 但是呢 在执行 执行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心里还是要踏实一点 他有的时候 我觉得小霞现在是什么呢 有些球是自己吓唬自己 造成了失误 这个球小霞还是不要着急 就是经过多板数之后 我们看两个人啊 他都有这个落点的变化 中间反手 反手中间 那最后一板 这个小霞想甩的时候 力量没有发足 他往出界 那么现阶段应该说 对李小霞的最大的考验 应该是耐心 那么阳阳现在 你看这个球啊 他不追求 我能够进攻得分 但是他现在这球 全在粘住这个球 所以说李小霞现在一着急 往往会造成失误 因为我不知道 你原来什么体会啊 可能我觉得大赛之前啊 就是脸上最容易起疙瘩 嗯 着急 可能是就是表现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内心一种很疾 或者是属于内分泌 冷乱啊 就是脸上莫名其妙 骑蟹大疙瘩 天天对着镜子挤 以前我就有这种 有这种经历 我觉得就是说 从心态上 怎么能够平和一些 别你表面上不急 实际上你内心特急 是吧 有的是表面上稍微急一点 其实他内心没有那么那么着急 就是怎么能够平和平和一些 就是如何调整心态 是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 就是过程与结果的一个一个问题 你其实你为什么着急 除非就是说想拿一个冠军 对吧 你就想这个冠军我已经丢了 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对 你重新去打 对吧 你因为你急的这种状态 与事无补 只能适得其反 是吧 但是这个当局者迷 旁观者情 真正并且做起来的时候 说容易做比较难 对 在这个 在那个环境下 这个压力 自身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大 那么心态调整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的 你看这个球李小霞吧 它就是我们一看 它目的很明确 节奏变化 节奏和旋转都能打出来 杨阳它就没什么办法 杨阳就是一个稳 李小霞只要能够放慢 一板一板地来 这个球它完全是掌控在自己手中的 这种球 这种球都是让人看上去 一看就是觉得思路特别清晰 我发完球之后 我是这个判断 对方的这个接发球 在什么位置 是出台还是不出台 出手很坚决 杨阳这个从动作到这个打球的节奏 你看特像欧洲选手 欧洲选手有一些球的这种粘着 4比6 对方的这种粘着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李小霞 他主要是克服这种焦虑 他的思路清晰 很多球啊 他打得有思想 还是应该说 他这场比达还是挺上风的 现在比分是5比6 好的 你看他不着急 一板又晚了 对对 是吧 这个球全是在他的掌控范围 这一局开局输的几个球 就是由于李小霞的着急 没有耐心 造成了这种失误 李小霞这板反手 退到中远台的 发力爆冲弧圈 这个球是极具威胁的 7比6 7比6 两个运气球 一个擦网 一个擦边 7比8 现在杨阳也意识到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也需要用进攻来得分 仅是靠稳 现在李小霞已经非常适应了 比分是7比8 8比8 8比8 我们看在这个成都举行的这个热身菜观众上座率还是非常高的 对 因为他的承办单位四川省体育局 包括局长朱霖 成都市体育局的领导 还有这个中国冰协西部培训中心 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因为我看到从蜂蜜训练 包括到热身赛 一切都是按照伦敦的 这个比赛条件 训练环境来布置的 所以你觉得是真的是用心良苦 从一进场地 他的递交挡板 包括他制作了一些提出的口号 我觉得都非常好 现在10比8 9比10 9比8 好球 再来 这样李小霞呢 把比赛追成了时评 这个球我觉得李小霞呢 他的处理啊 是有吻有胸 相对呢非常合理 这个球 对 他不像前面老想着 我按自己的方法打 我想怎么打 但是这个球你看 他该吻的时候 能稳住 该胸的时候能胸出来 很有耐心 十一比十 杨阳呢 作为一个以稳为主选手 他的进攻 这个杀伤力就差一点 所以他刚才这个进攻 拉到李小霞的正手 李小霞呢 正手一个快带斜线 得分 这局也是拿到了两分 只赢了两分 这样李小霞是三比一顶先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中国平方球队 奥运热身赛就为您 转播到这 我们看到现场呢 我们的屏幕下方 已经打出了中奖观众 也感谢祝贺这些 观众朋友能获奖 那么今天转播到这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刘伟的参与 我们还将在明天晚上 继续为您带来 中国乒乓球队 伦敦奥运会的热身赛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第五局比赛开始 杨阳准备 李小霞发 谢谢大家